谁会深深爱上你? 哈喽,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看深深爱上你的人,他是谁呢? 你们是什么场景相遇? 他会如何爱你? 会在什么时间来到你的身边? 祝福大家心中所想,节能如愿 记得点赞,领取好运哦! 桌面上可以看到是有三个的选项 从左到右分别是我们的第一组 第二组,第三组 放轻松,凭感觉,任意选择一张 然后,我们就分组件吧!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那这张是大家所选到的指示牌 先来对应一下第一组朋友的能量 我们就不抽牌,随机感应 我会觉得第一组朋友是这种人群当中的小太阳 你很会给身边的人提供情绪价值 但是你自己可能会是把好的积极的那一面展现到人前 心里面则会是有比较不开心的一些能量 是自己一个人慢慢消化 事业心比较强一些 而且在工作上是这种任职任劳的一个角色 而且有些朋友你也确实在事业上 比其他人会做得更好 做得更优秀一点 另外一个,其实你身边是有桃花的 只是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话呢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在恋爱上会比较偏向于靠感觉 虽然看起来你是一个自身能量很强的人 但是你会在感情里面更渴望别人给你更多的一个关爱 还有就是你可能会是用自己想要爱人的方式 想要得到爱的方式去爱某一个人 想要什么样的一些宠爱 不会特别直接明了的说 那你心里是会喜欢这种优秀的人 能力比你强啊 在职业上啊 事业上有更多光环的人 他会更容易吸引你 相比于这种外貌容貌之类的长相家世 其实你会更欣赏这种说 努力上进 能够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在感情当中的话呢 不纠结 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也有说到 第一组朋友桃花韵比较好 身边是有一些桃花 我感觉到可能这个人 他已经来到了你的生活圈子当中 而且尤其你们是会有一些 共同的生活场景是可以相处的 那等一会儿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什么时候会遇到这个人 相遇场景帮你去核对一下 是否是这个人 好不好 我感觉说的确实已经出现了 这个人可能还是有一点说 不敢于将自己的这个情感喜欢啊 去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方他这样的一个能量是如何的 了解一下说是这个人啊 那我们抽三张牌 看一下这个人的能量 第一张恶魔牌啊 我会感觉到这个人他绝对是一个 事业心非常旺的人 非常强应该讲 能力的话呢 也是确实是你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类型 社交方面并不会说是刻意的去投入很多 事业有成 整个人比较有责任感 那他面对感情则不会是特别积极的主动的去追寻 有点说在心里更多是希望时间久了能够感受到很多的爱意的时候 更充足的有准备的时候再去表达出来情感 而且尤其这个恶魔牌让我感觉到说可能这个人他不一定是个单身啊 朋友们 他要么是身边已经在去接触一些桃花 要么他可能会有这种固定伴侣 但是的话呢 他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这个人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有一点点腹黑 又抽到了一张大牌啊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确实还蛮优秀 力量牌嘛 一看就是领导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属于这种能够在事业生活里面取得非常高成就这样的一个人 辛比德女王确实的话呢 会让人感受到这种说是满满的物质的充沛感 所以他绝对是能够在物质上让你会感觉到说内心很放松 很松弛的这个状态 因为你不用担心他是一个在事业上很摆烂的人 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要去救济他 或者是自己要不要去给他什么 甚至我觉得你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是一个相当轻松 就你不会担心啊 这个未来 然后房子怎么买 两个人的话呢 会不会没有未来前景 就是你可能只需要顾虑的 或者是担心的 是来自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实力是非常丰厚的 包括说原生家庭啊 尤其他的原生家庭也会特别的好 只是的话呢 这个人他对待爱情啊 他真的会是比较能够就 内心非常克制这样的一个状态 不会说是把情感这种东西放到表面上去刻意的去表达 你们两个人说不定会有年龄差 这个人看起来还其实蛮成熟的一个状态 表面上你可能会感受不到两个人之间这种很明显的一个交集 因为我会感觉到这个人表面上绝对是那种老冰箱的一个类型啊 把这种情感都是藏到内心当中 看起来的话呢 公事不公办 没有这种说是爱情上特别甜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再来看看你会说是被他的哪些能量吸引啊 太阳排 你真的会是渴望的那种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因为我会感觉你本身也是这种向外去释放能量的一个状态 但他能量会比你更强一些 你能够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内心的踏实感放松感 所以会觉得和这个人一起的话呢 内心你是一个极松弛极放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内在的精神层面两个人也是非常契合的状态啊 这个人出了好多大牌 我会感觉他不管和你之间未来的感情发展到哪一种状态当中 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 他是有一点类似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存在 他绝对是有助于说你人生现实层面当中的成长 或者是你精神层面当中的成长 哦 可以可以 你真的会感觉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有一定理想型的这个状态 圣杯女王 就是遇到这个人 你会心软 你会感觉到精神上就是不由自主的会偏向他 你会感觉到说和他在一起 自己的能量就好像有进行这种灵修一样 所以会是一个说逐渐增长 然后内心也是很丰盛的状态 他应该是会比较宠你 有一点说是为你会退让自己的原则 因为吊人牌有一点说 不管其他人怎么看 但是对你的话呢 可能就会是有这种偏爱的一个 偏爱的那一面 并不会说是对你过于的严可 他对其他人可能是另外一副嘴脸 但是对你的话呢 就会说是有点放松 有一点偏谈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 自己是被他区别对待的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来说区别对待 并不会说是这种 在感情当中啊 或者相处当中 给你很多压力 相反的话呢 他可能会是给你很多松弛感 很多这种说是特殊对待 优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看他最爱你的什么 他为什么说深深爱你 你也是他理想的这种 因为他这个人的能量 刚才我们也抽到了力量牌 力量牌的话呢 就是一个说很契合嘛 对不对 少女的柔软和狮子的阳刚 它是都围绕在一起 所以会让人觉得 心里面会有一种说 特别有归属感 特别放松 对吧 力量他也是有自信的 他也爱你身上的这种 说是内在的能量 因为我会感觉 他好像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身上的这种紧张感 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然后尤其是一些烦恼的心思啊 烦恼的一种感觉啊 和你在一起整个的话呢 就是非常舒适放松 而且就是稳定感嘛 一心比一 而且就是最要命的一个点 就是你们两个人 他遇到你的时候 那种心动感是特别强烈的 过去的一些桃花 可能对于他来讲 就真的会是这种 过眼云烟 或者是没有达到那种心动的状态 但是他和你在一起的话呢 就会感觉到自己 心里确实是有一点 想放松下来 你看我们的世界牌也出现了 对你既是开始 既是特例 又是一个说是完结性的这种归属 所以他会觉得你既有他年轻时候 可能他现在也很年轻 就是少年时期或者少女时期那种 对爱情的憧憬 既有说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内在成熟之后 对于爱情又有深刻认知之后的这种完美性 所以既有他的原始最青春记忆的那一部分的渴望 又有什么呢 又有他当下所需要的爱人的一个模样 所以你对他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恋爱关系 就是他会认为这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内心的契合程度是最高的 就是你出现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只有对你会有这种说 我确实内心里面想要将这份情感去稳定下来 去踏实下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性格层面其实相差蛮大 但是其实真正的相处起来 你又会感觉到说 两个人搭档的去做一些事情 又是非常的合拍 会比远远的会比表面上看起来那种不好接触的状态 有很多的惊喜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 但是他能够去看到你身上真善美的那一面 我觉得他对你会有保护力啊 因为他会觉得你就是他想要的那个对的这个人 不过他来讲的话呢 因为身上的摩羯能量有点重 因为他有一张恶魔的牌 恶魔他就会是稍微的比较压抑一点 克制一点 相对而言不是一个特别呱躁的人 但他会用自己独有的这种方式的话呢 去守护你 我们再来看看说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这个相遇的场景会是如何的啊 相遇场景 相遇场景这里有圣杯 其实感觉是和聚会相关啊 团建啊和这个酒水饮料 和水意有关的地方的话呢 是连接到一起 而且你们两个人类似说可能是出行旅游 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两个人是通过网络的一种方式去连接更多 网络上以及的话呢 和这个说成长相关啊 有些朋友还在读书嘛 那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是在一些和书籍相关的场景和学校啊 这样的一些场景相关 有些就是网络上认识到的人 因为会对应到的就是那种 比较不同的一些环境 两个人一个在A处 一个在B处这样的一种感觉 另外圣杯期就是代表这是一种团建 很多人在一起 很开心很愉悦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在 另外如果说有一些朋友 你已经在工作的话呢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这个人 他已经存在于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这个保健式 他有一点动脑子 然后费心观察 再去思考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可能会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大量思考的这些场景里面 你们会说有点交集 有所见面这种啊 以及网络上的远距离 这样的一些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说是相处的模式会是如何啊 如何去相处如何联系 这里抽到的是全账6 真的会很宠你把你当作是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个存在 眼里心里都只有你 别人对他来讲的话呢 就有点说是看不到的这样的状态 满满的热情感啊 全账6 全账4 这一看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把你去带到家里面的环境里面 朋友面前 然后会告诉你 然后你是被他认真对待的啊 就绝对是你一个 你能够去进入到他的生活圈子当中 能够见到他的家人 被很认真的对待 你能够去明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是一种说感觉心里是很踏实放松的 因为他有一种对你不设防的一个状态 但也不能说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小心眼 因为他那个恶魔的属性太强 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啊 这个保健期让我感受到说 其实他是会去搞一些小套路啊 就你们相遇的时候 他有一点是 不对应该说是相处的时候 有一种说刻意会让你上头 刻意的话呢 会去让你对他就是很纠结的那种感觉 所以是一个爱情里面 会比较搞一些情调 然后会是玩人的心态这样的人 所以要小心一点 说不定的话呢 你可能会被他去虐一点这样的状态啊 权杖势你看就很和谐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相处的时候 他真的会把自己的所有都给到你 因为满满的火象的一个能量 另外也会感觉到说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的话呢 就是契合性会比较高 因为这个保健期让我看到这种说是对称性 但是他同时又有一点说看到可以看到狐狸对吧 狐狸他是一个说有点套路 有点聪明的意思 所以两个人相处就是说话的这个梗啊 都会能够说是你往外抛 他就能够去接到吃苹果也算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 因为保健期总会让人感觉到是一个私密性很强的一张牌 相处的时候两个人的私人空间里就会有一点像连体婴儿一样 那么和谐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抽牌看看说就是相遇的时间好不好啊 什么时候会遇到呢 什么时候 好我们又再次出道了心碧的女王 她会和这个工作相关 确实有些朋友在生活当中已经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啊 还有我们的圣杯六 哇他好像是你的救人啊 真的会已经遇到这个人了 绝对说啊 有大概七成以上的朋友已经遇到了这个人 对全账四 我会觉得说真的会有七成以上的人已经遇到了他 他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在偷偷的观察你 留意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 如果你需要时间 其实因为本身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 这里给的一个数字也是四对吧 所以再次印证确实有些朋友生活当中已经有这个人的能量 只是你们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交集 眼光看的是同一个方向 只是他看的是你的背影 你没有看向他 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呢 就是你要去留意一下 具体的月份时间 有今年会是 如果六月份你开始不了这个关系和他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连接 那可能就会是要到我想一下可能要去年底那个时间了 所以要去把握一下好不好 我也不是想刻意的吓大家啊 当然来说感情关系能否有一个好的开始还是取决于大家自己的内心 你足够敞开的一个状态 积极去接触肯定会更快一点 好 那整体的话呢 就是这些信息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大家 记得领取好运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那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就不单独抽牌 简单的凭感觉来对应一下 首先我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第二组朋友们 外形会非常的好看 你们不一定的话呢 是这种传统类型上的这种美人 但是你绝对是属于这种人群当中 特别亮眼的一个存在 因为你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不管是从人格魅力 还是说外形 当然我会觉得说 其实第二组朋友的外形魅力会更亮眼一点 差不多就属于这种 在人群当中啊 你只要一出现 那很多人的目光都会看向你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会感觉到大家最近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来自于说是让自己变得更美 而且有些朋友本身你是从事的工作 是可以让人变得更美 或者你是创造美 因为和一些美有关的 艺术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 本人的话呢 本人看上去就是属于这种 特别有艺术气息的 皮肤会非常的白 但是有一点说不爱出门 但是其实心里面会经常做一些外出计划 就比如说去这里旅行啊 去这里玩啊 但是这种想法会更多偏向于云旅游 就你可能会是一个做了想法计划之后 临到买票啊 或者是找人跟你一起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犹豫退缩的这个状态了 不怎么去爱出门 但是其实你不出门 虽然你出门的次数不是特别多 但你其实特别懂穿搭 外形看起来穿着打扮配饰 都是说属于这种特别扬眼啊 特别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这组朋友的话呢 发型会非常的好看 有些朋友是喜欢去染发 有些朋友是反到两极化一点 就是完全不染 但是你们不管染或不染 其实发质都会非常的好 桃花云跟第一组一样 都是桃花比较旺的人啊 这个的话呢 是你们的一个能量讯息 你们对感情 我会觉得说是有属于自己的坚持在 其实对爱情的话呢 属于这种一旦爱上去 就有一点飞蛾扑火的感觉啊 全心全意的投入在爱情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能量吧 看一下他这个人的能量气息啊 权杖石的 你以为这张牌让我感觉到 他在性格上其实还蛮聪明的 这道让自己的话呢 如何去躲避一些比较辛苦 比较被动的人 所以他是这种巧劲的一个聪明 就是知道有些东西做了 出力不讨好 他就会刻意的去躲 所以你会感觉到 他从来不会是汤什么浑水 说话做事也是一个尽可能的 会圆满一点 周到一点 不会去刻意的去引入 或者是进入什么争端当中 在人群当中属于这种说 不算太出挑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是这样一个人 能吃苦 但是不爱吃苦 我也觉得说他是尽可能让自己 少吃这种身体上的苦 那这里还有一个审判 审判我会感觉你和这个人之间 估计是有一些前世的缘分 连接感还是蛮重的 另外一个审判的话 我会觉得他以前的人生和现在的人生 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就比如说也可能是家里面 发生一些重大的调整变动 另外一个的话 审判也会对应到 其实人生经历过较大的调整在 然后之前可能是昏昏恶恶 现在会比较上进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之前对爱情 有一点类似于那种极度的付出 现在可能会是一个 让自己在感情当中 其实比较偏向于那种说 不想过度去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给我感觉他其实和你有一点类似 都是一个居家的时间点会多一些 但他好像说比你能够说是往外走一点点 然后再出现了死神牌 然后我会感觉到说 第二组里面有一部分第一组的这个讯息在 这个人的话呢 你会觉得他的外形的形象气质是很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人 外形看起来属于这种说是有极大的反差 就是属于风格上的反差 两个人可能不是一种打扮风格 穿衣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我觉得说这个人其实皮肤比较好 他是一个熬夜冠军 有时候如果放假 度假休息什么的 可能就会让自己有一点说放纵一下 可能会通宵的去玩 或者是有点类似于打游戏这样的一个类型 同时我会感觉到说 其实这个人外形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性感的 不是那种刻意在衣服上的打扮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对他有这种说是神秘感上的这个幻想 会想要去靠近他了解他 就总会觉得说 这个人在外表之下 后面他的隐藏起来的内容当中 有较多的故事在 对人其实的话呢 不算是一个很亲近的状态 有一点冷 有一点冷啊 给我是这样感觉 而且你会感受到的就是说 这个人呢吧 他好像是在和你相处 或者是很多时候 他不一定能够去特别直白的去把这种情感啊 爱意啊 喜欢啊 去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看你喜欢他什么吧 有什么亮眼的点吗 好 保健五的逆尾 你会发现说 这个人他会有一点包容你 就是属于他自己其实非常要强 然后对待其他人可能是别人犯他一下 他可能要是回别人时下的这种感觉 那是对你就有一种说 默默的吃憋认怂的感觉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 哎 这个人还蛮有意思啊 全战狗 其实他身上的话呢 有一种说 特别有主见 有一点霸道啊 不可否认是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遇到了这个人 他真的会有一点像 这种小说里面霸道总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啊 虽然现在可能我们对于霸道总裁的感觉 没有过去那么印象好 但是其实你会是感觉要在他身边能有这样的一个舒适放松感觉在啊 然后节制排 节制排的话呢 你其实这个人他看起来好像属于那种不太会去表达情感的人 但是其实他很懂你的脆弱 因为节制他会有一种疗愈感 这个人的话呢 他一定能够去很小心的呵护你 他是一个初衷游戏的人 看起来不太像是那种说 特别去照顾你的细节层面当中的人 可是其实他有把你的喜好 口味啊 什么时候不喜欢什么 什么时候喜欢什么 这种东西他会牢牢的记到心里面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真的会是一个说 有一种专宠你的感觉 真的是有一种霸道总裁宠上天 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和他在一起 这个情绪价值会非常高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你 类似于说是有那种霸道总裁 或者心里喜欢的人 什么事情都不管不过 来再看他爱你的是什么呢 那魔术师 那就是对你伤头 这是一个感觉 因为魔术师是什么条件都非常充足 他会觉得你整个人的话呢 又单纯又可爱 又性感又聪明 又一点呆萌 他就是一个什么元素都有复杂的你 但是的话呢 会集到一起就会觉得说 你会让他转不开眼睛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会觉得你很有意思 而且本身我们第二组朋友 就属于这种说 特别聪明 特别会说的人 月亮牌嘛 这不就是又是对你上头 他也是一个 这种满满的一个心理牵挂住你 就是其实他并不是因为你的某个特质 而是说 他就是单纯的心动 单纯的喜欢 就是对你上头啊 就是喜欢上了你这一款的感觉 哪怕说你有很多的桃花 他有很多的桃花 但是他心里就会觉得说 只想去靠近你 而且他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见人有一点说是 那种八刀总裁式的占有欲 就是越是看到身边有其他人追求你 或者靠近你 他就会有一点吃醋 越发的就会想要向你靠近更多 所以喜欢你的一个点就是类似于说 这种一定要去得到啊 竞争心存在 所以对你是一个非常上头 你们两个人的话呢 在一起可能就会是又搞笑 然后又会有一点说是互相吃醋的这个感觉在啊 好 而且很有笑点啊 两个人的话呢 真的是一种说特别有梗 因为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魔术师 属于说走到一起能够去聊的话题会非常非常的多 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就真的会是说从情感上吸引啊 互相吸引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再抽牌看看说 你们两个人相遇的场景会是如何啊 什么样的场景 感觉是工作场景 当然来讲 心必拔的逆位的话呢 相遇的场景可能有一部分原因会来自于说 换工作以及说是业余的时间 就是工作忙完之后 从某种状态里面跳脱出来 确实的话呢 这里会有第一组朋友的能量 当然来讲 也是说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的讯息可能也有一部分在第一组当中 那圣杯期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娱乐性啊 它真的会是这种酒水啊 餐饮啊 就是吃饭嘛 然后或者的话呢 就是有些朋友是参加一些 好朋友家里的一些开心事情啊 所以会和对方去遇到 隐事牌 这些牌都让我感觉到说 既和工作相关 那你们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场景是交融的 但是你们会在那个时间点 并没有说是讲很多话 说很多东西 但是你们会因为一些契机 真正的相遇 就是相遇的点会两个 一部分是因为工作 但是其实相遇的时候 并没有很多的交集 有些朋友如果是读书 那他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场景 因为心碧巴是你待的时间最久的那个 那个空间 那个地方 然后的话呢 你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在那个地方 而是说在忙完所有事情之后 和对方的话呢 去走到这个 关系更亲密的一个状态里面啊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们相遇的一个场景 然后会和一些娱乐性的这种场所相关哦 和一些很开心 很快乐 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我们再来抽牌 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相处模式 他有多宠子啊 心碧 这是一种说是把自己有的通通拿过来给你用的一个感觉 我的钱给你花 我有的都想给你啊 相处模式 两个人就会因为对方而收心 就是你们两个人都属于这种说外形很昭桃花的人 但是 相遇到一起 就是眼里只有对方 只有和对方的话呢 才会感受到这种心里面的甜蜜感啊 两个人就真的会像这种小傻瓜一样 很开心很快乐 确实能够感受到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娱乐性会非常非常的强 心碧一就是一个说 对方会把他有的东西都真诚的去拿给你 不管是物质层面或者是情绪价值 都会说是满满的给到你 而且他会因为有你之后 不会再去看向其他人 也会觉得说的话呢 有了你就是他人生当中的避风感 你会感觉到自己和他在一起 不需要去费心的想一些事情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生活当中的话呢 就非常的轻松省事 他会帮你的话呢 搞定很多的事情 你会感觉和他一起出门 就不用带脑子 你需要的东西 他通通都会记得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 其实就是这种 初中有戏的一个状态 你会心里很确定 对方是爱你的 你也能够感受到 他喜欢你的什么 然后他对你表达爱意的这种方式 两个人其实的话呢 都是这种很有想法的人 但是相遇到一起 就好像属于那种 会为了这段感情关系 退缩一下 不把自己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情感想法呢 去表达出来 就是觉得说爱情更重要 有时候不必刻意的 去坚持什么原则 坚持什么想法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再抽最后看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会遇到呢 圣碑石啊 圣碑石啊 圣碑酒 我们抽三张牌一起看啊 宝剑石十号牌 哎呀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和这个人 如果说你心里 就是我在讲他的一些讯息的时候 你心里已经想到了一些人 那么可能的话呢 你就把重点放到他身上就好了啊 我会感觉说的就是 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在讲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锁定到的这个人啊 你知道是谁 可能就是你不想主动 因为你会觉得说 自己在感情当中 好像还没有进入到那种说 能够特别积极的状态里面 那你可以说是 就是在等的 然后另外一个一些朋友啊 就是我说一个可能 大家会不太开心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 他可能出现的时间没有那么快 就是当你听到我对他的一些描述之后 你会感觉到说 好像茶无词人的话呢 那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 需要较久的一个时间啊 你可能真的需要很久 我就不说具体时间了 因为他会有一点说 因为十号牌太多 十号和九号 这种在塔罗牌里代表的时间的话呢 都会比较久远 我觉得说 你会感觉到什么时候会遇到他 不妨的话呢 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圈啊 让自己的话呢 从某些稳定的状态里面 破除一下这个状态 然后你可能会更容易去遇到他 让自己的生活里面充满一些变数 让自己的人生 然后状态啊 包括你的交友方式 你的生活的一种节奏 也包括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地方 你人生的一些方式 发生一些较大的改变 你可能就会是更加容易遇到他 好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组牌的所有信息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点赞评论 领取好运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先来感应一下大家的能量 我们就不单独抽牌了 帮大家来对应一下 我首先能够特别明显感受到的 就是第三组朋友 在感情层面当中的停滞 你很长时间好像没有去 进入到这种喜欢的恋爱里面 你可能会和一些人 浅浅的接触一下 但是基本就只是接触 然后情感就停顿到那里 因为要么的话呢 你的心里有一个救人能量 然后该断了 该结束了 但是心里好像走不出来 那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 就可能是这种 很久以来都是单身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说 在爱情这一块 你的成就 或者是你的一些幸福感 是远远低于你人生当中 其他的一些成绩 就你的事业可能很成功 或者是你的外形很漂亮 但是感情这一块 你会是有点缺失的感觉 当然有些朋友是这种原生家庭 带来的一些伤害 你可能本身就目睹了一些 不太顺利的感情之后 对于爱情就是一个 犹豫 担心 不信任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这个树牌的话 给我的感觉 大家会稍微的爱静一点 心里面可能会是 更加注重精神层面 你的成长 专注在了某一个固定的区间 比较偏向于这种说 生活里可能是一些比较固定的几件东西 几件事情 不是一个说特别打开自己的状态 然后也不是说你完全封闭 不与人交流 而是你的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 差不多大小的圈子在 还有一个这一组朋友会容易心意出现 这种身材特别好的人 就是要么有大长腿 要么腰比较细 要么你是身高比较高 以及说是这一组朋友的头发会非常的好看 你们的头发发型的话很适合你 而且你的头发本身也会是让人感觉到 闪亮亮的这个状态 有些朋友就是有染发的 好 这个是大家的讯息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抽牌看一下对方这个人啊 看看他的能量是如何的 了解一下他吧 哇 还是蛮厉害 抽到第一张的话呢 是个国王牌 国王对应到的是一定会非常的优秀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就确实是你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啊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你已经感受到一个讯息就你可能点进这一期的视频的时候心里就在想着某个人 那我觉得说他可能真的是这个你心里想的人 因为他的能量和你的纠缠感会特别的重 他这个人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有主见 也是一个说物质基础比较好 有很强的责任心 那同时也有野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待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是比较稳重勤奋踏实的这个状态 喜欢让自己处于一种说有很高成就的状态 就是会喜欢让自己是一个在别人眼中特别优秀 然后的话呢 有成绩啊 他不一定是一个特别爱炫耀的人 但是的话呢 就希望别人对他的评价比较高 有一点面子主义啊 桃花运会比较旺一些 我觉得这个人外形长相上还是蛮吸引人的 所以桃花的话呢 并不会非常的差 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不要招桃花嘛 也确实有一些人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这种很优秀的 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属于那种 好像和谁都关系很好 和谁都很亲近 但是的话呢 你会感觉他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在去独来独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情感上比较潇洒 就是一段关系远了 他也不会说是表现的那种说是特别伤心的一个感觉在啊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冲动 属于这种说那种跨业恩仇比较潇洒 想得很开啊 其实有些烦恼可能放到别人身上需要纠结很久 但他有一点类似于那种 隔一会儿时间自我开导一下自己就能够把一些烦恼忘记的人 比较的不记仇 有时候会说话稍微有一点重啊 但是他会反思自己 因为就是国王牌有这种很强的一种权威力 但是保健适者的逆位又会及时认怂 所以其实相处起来的话呢还挺好玩的 忘性比较大 但他的忘性会比较偏向于这种把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去忘掉 那但是的话呢可能在真正的你们进入到一个稳定关系里面啊 然后去维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去很深重的去考虑 你会觉得他有点没有心你会觉得说他不够重视你不够牵挂你 但是你又会感觉哦有些时候他又能把这个爱意去表达出来 他这个人就是不纠结不矛盾 就是太过于洒脱了 所以往往的话呢在去和别人浅层次接触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说这个人性格好好 那当真的进入到非常亲密的感情里面 他又会是那种说比较太过于洒脱 好像不会为一段情感过于的这种焦虑啊 什么霸道总裁那种说是 这个会不开了 这个公司不收购了 他好像表现不出来这种说为了一段感情 那种很遭罪的能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你会喜欢他的什么 好不好 你会喜欢他什么 那这里的话呢 心碧的国王逆位 这个人呢他对你真的很大方 属于那种说 在给你付出的时候 真的会把自己的很多都会向你去拿出来啊 类似于那种说 一个是因为他确实会帮助到你 他有很强的这种专业信息 毕竟他是国王牌 类似于他懂得他会的 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上的专业讯息上的都会有这种尽心尽力帮你 会把你的事情当做是他的事情 这个人尤其的话呢 就是他会让你感受到一种说 本身你就其实挺受他吸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我们抽到的牌是保健五啊 保健五就是有一点渐渐的感觉了 这个人 这个人你和他相处就是会有一点的这种说两个人有点打打闹闹的意思 相处起来 你知道他是刻意的要去呛你两句 但是你也会是想办法说一些要惹他生气惹他着急的话 有一点类似于说感觉这个人不太好拿下 但是你就偏偏想要去拿下他 你会对他有一定的这种胜负欲在其中在的啊 然后还有权杖八自然就是感觉上的这种上头 因为他浑身散发出一种你好像拿捏不了的那种气质 你就会越不自觉的被他吸引 你会喜欢他身上和你不太相似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你就会能够去有一点说 越觉得这个人像是驯服不了 越会有一点说想要去拿下他 你对于感情的标准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是一个模糊而犹豫的 所以容易就是凭感觉再去和人接触 或者说是与他相处啊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人呢 他最喜欢你的是哪一个点啊 他最喜欢你的 好这里的话呢 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的逝者 权杖逝者的话呢 我觉得他对你会有一种说是 喜欢你身上的单纯感 因为试着其实想法 他会是一个比较就是轻松一点 出发点也是会比较单纯一些啊 那同时我也会觉得你身上有他所喜欢的那种热情的一个能量 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非常有意思 这个点就在于说是暧昧的话会说的就是你暧昧的那个感觉 他很喜欢他向你展现出来的那个暧昧的氛围 你也会说是很喜欢啊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让你和他都会非常上头的一个讯息 另外一个的话呢 权杖三 我会感觉这个人喜欢你的一点 有一点类似于他觉得和你在一起 他会对于未来很放心 就他会觉得和你在一起 你是能够长久的给他一种说安全感 稳定感 他会认为你们两个人相处到一起 绝对会有这种心理上 情感上的这种满足 而且未来长久的相伴 他也会是觉得丝毫没有问题啊 像这个圣贝尔都是属于灵魂伴侣 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很合适 特别的合拍 这种合拍的话呢 不是说这种外形长相 或者是家世之类 就是有一种内心当中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 自己想要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是他最爱你的 就是这个感觉让你们两个人 暧昧的感觉相互特别上头 暧昧其实和很多人都可以有 但是不是所有的暧昧 都是能够被你接受 也是被他接受的 所以刚好两个人之间 暧昧的感觉是 让你和他都会觉得这种 这种琢磨不定 然后又带了这种踏实感的感觉 非常让人上头 踏实感是来自于说 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实在的一些好 暧昧的模糊的感觉 是来自于两个人在去你来我往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种黏乎乎拉丝的一个状态会很上头 再来看一下说你们两个人相遇的场景 相遇的场景 好 圣碑一的逆位 圣碑一的逆位 有一点说是和这种 酒水相关的一些场景 要么的话呢 就是会这种工作应酬相关 接着我们就出现了 圣碑一的逆位 这一看的话呢 是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尝试 以及说说月亮牌 会有一些朋友 你们两个人是出去玩的时候去遇到的啊 因为这里能够让我感受到说 相遇的时候 你们确实会去谈一些工作呀 然后会是喝咖啡呀 甚至是说喝酒啊 这种娱乐性 然后娱乐和工作都有 所以可能会是不一样的这种场景当中啊 而且就是相遇的场景会那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被感情虐了 不知道是你还是他 那倒霉一点可能是你们两个人 这一句话不是调侃 而是有的时候确实人和人之间就是相似的能量是互相吸引啊 你处在某个频率他也处一个频率的时候 两个人最容易吸引到一起了 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那一段时间都可能情感上啊 或者是人生上有一些稍稍的不顺 当然来说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相遇的出发点的原因 就是那段时间两个人都挺渴望感情 因为这里出现月亮牌 它是精神能量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遇到的场景不是唯一 就是你会感觉自己特别渴望爱的时候 这个人他就会是能够在你的周围当中出现 不要局限于说是我提到的这些场景 因为我会感觉到说 你们相遇的场景 其实是可以由你的意念去调整改变的 再来看一下说 你们两个人呢 相处的这个模式是如何的啊 相处模式第一章的话呢 是一个保健期的逆位 两个人真的有一点说博弈的感觉 就是都觉得说拿不下这个人 但是又非常对他上头 就是危险又迷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们两个人绝对会有一种 说刻意的想要说 我就想拿捏一下他 这样的一个角度 再去和对方相处 然后一边害怕自己被拿捏 一边又想着说 我怎么样去虐他一把 所以你们两个人就会 你来我往互相伤害对方 但同时又会互相深深上头 说伤害肯定不会是那种说 把对方虐到就是一格血都不胜的状态 而是肯定的话呢 是有一点说 可以让对方得失心啊 或者是吃醋啊 或者的话呢 就是怀疑啊什么的的 两个人相处还挺有意思啊 真的是一个说爱没气就上头 相处的时候也会如此 你看模式式的 你以为你们两个人相处起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样的瞎话都可以往外去讲 就会有一种说 就是要去拿下这个人的角度 再跟对方去相处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哎不可能啊 我是一个天生老师 我很真诚的 但是爱情其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的 你会觉得说和他在一起 就会是想要说一些逗他生气 想要让他吃醋 这样的一些话去 让他体现出为你上头的这种感觉 当然的话呢 魔术师呢 你也能够感受到 你们两个人相处 其实可能都会推掉一些外在的这种 聚会啊 或者是一些应酬啊 就是把专有的时间都留给对方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们两个人就是不管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和对方相遇到一起之后 都会有这种很大的改变 你们本来的话呢 宿命感就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烈 好吧 相处的时候的话呢 就会能够去往人生当中更稳定的方向去发展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什么时候会遇到啊 什么时候会遇到 哎呀 死神牌真的会是有一部分朋友啊 你要去放下内心当中的执念 或者的话呢 就是及时的断死离掉一些不合适的人 然后你就会真的会能够容易遇到他咯 然后的话呢 还有圣杯女王的逆位 和和这个女性的相关程度会比较大 如果你是女性 那肯定说是和你相关度会特别高 恋人逆位 真的会把一些旧人清楚掉吧 这个这一组的朋友们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固定的时间 因为你们和这个第二组的能量有点类似 就是第二组他会偏向人那种绝对时间很晚 但是你这个时间是可以进也可以快 然后你要是想要一个确定的时间的话呢 今年当中啊 他的六月份 然后你是可以遇到他另外一个朋友 一些朋友可能今年你已经遇到这个人了 你们可能是在今年的一月份 然后就有人生有所交集 如果你感觉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没有这个人 我会比较建议你 你看死神是放下执念 恋人也是这种牌都吃了 偏向于放下某个人啊 把内心当中对于感情的救人 甚至说是恐惧去清理之外啊 清理掉之后 我感觉说一个月内很容易就遇到这种 说是新的爱情对象了 你需要是清理救人 因为我会感觉大家的感情这块确实卡到那里 卡的不能再卡的一个状态了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的讯息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记得点赞评论 灵确好运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哦 拜拜 拜拜